店家審議委員會二十九號 做出店家還漲延後決議的決定 將店家漲或跌的壓力 延後到六月底再續放 不過傳出在委員會中 工總也強烈反對調整 在審議會上 因為大家都有不同的意見表達 希望能夠在這樣可以預測 可預測性跟穩定性 比較確定之前再做決定 店家洞長老百姓荷包鬆一口氣 但台電中油等國營事業 肩膀重但可不小 根據最新統計 發電成本增加 讓台電的電價穩定 預備金花到只剩兩百四十八億 而負責供企的中油 更因為天然氣大漲 到二月虧損已經將近六百億 三月可能還會繼續擴大 不過中油除了虧損 董事長人選 也已經懸缺了一年多 讓經濟委員會上原本要審查 中油預算的藍綠立委同時發難 要不然你就部長兼中油董事長 好像看起來你在這裡 在打護中油的預算 我只能說我一定會在最短的時間 把這個做決策 那這個部分呢 是我今天在經濟委員會上的一個承諾 經濟委員會建議經濟部 要在一個月內找出中油新董作 隨之而來的電價 油價挑戰不斷 要穩住民生 也要讓國營事業正常運作 政府得好好出招 今天陳明文委員會 同樣 טוב 各位 請到這回 3 3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